帽 告 告 告 我是桃桶姐姐 還有可愛的小花妹 我是冒冒 冒冒 今天我們要教的禮貌 跟公德心有關喔 公德心是什麼呢 公德心就是指 在公共場合應該要注意的道德 和禮貌 那冒冒知道哪裡 算是公共場合嗎 我知道 就像大家一起用的地方 像是客廳啊 廁所 不對呢 冒冒 公共場合是大家一起使用的地方 沒錯 可是不是指家裡面的啦 是指外面 我們有可能會和不認識的人 一起使用的地方喔 譬如說像 車站啦 捷運站啊 圖書館 公園 或者是百貨公司 都算是公共場合喔 那我等了 那莫莫我問你喔 如果我們在公共場合 應該要大聲地說話 還是小聲地說話呢 我覺得應該要大聲地說話 因為這樣子才聽得到 啊 呃 呃 呃 夢夢 如果 你在外面都很 大聲地說話 這樣子你所有的秘密都被别人好像聽到了 不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嗎 彤彤姐姐 你為什麼要這麼大聲地說話啊 我的耳朵 很不舒服啊 哦 所以 如果聽到很大聲的聲響 其實耳朵會很不舒服 對不對 嗯 對啊 哦 我知道 為什麼在公共場所 應該要小聲說話了 嗯 我也知道 如果很大聲地說話 喉嚨會很痛 可能就需要吃喉糖了 嗯 猫猫 這跟吃喉糖沒有關係啦 在公共場合 我們應該要輕聲細語 小聲地說話 這樣子才不會影響到旁邊的人 也可以讓大家 專心又安靜地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喔 那今天教的禮貌 大家都記住了嗎 下次我們再來學更多的禮貌喔 我覺得